755纳米平秒仪器的安装及操作过程 首先收到仪器之后拆开包装 这个是主机,那个是导光币 把主机上所有的包装去除掉 第一步首先就是加水 把这个漏斗从包装里面拿出来 插到上面这个是加水孔 这个是从这里面加水的 这个叫溢水孔 就是加多了水的时候从这里溢出来 这个叫排水孔 这个排水孔在加水的过程中一定要拧上 不然你从上面加的水就从下面漏出来 然后从上面加水大概加15升水 15升公升水 一直加到从这个孔里面溢出来 叫加满水 当这个漏斗需要拔出来的时候 需要用手推了一点这个黑色的圈圈 稍微用一点力 然后就很轻松的拔出来了 然后第二步就是装导光币 导光币从箱子里面轻轻的拿出来 不要用力的震动 这个黑色的这一头 如果这上面有保鲜膜包装的话 一定要记得先去除掉 垂直对准 然后轻轻的摆动 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用力往下压 然后这样轻松的 然后这有螺丝 一边往下面拧 一边把导光币轻轻的往下压 这个螺丝和下面的话 没有缝隙的时候证明导光币才装好 如果不装好 这个机器很难出光 或者是出光感觉能量非常的弱 然后这个头就从这个袋子里面拿出来 积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后面的脚踏接好 脚踏孔对准 这里有一个缺口 然后对准这个上面的缺口 然后这个螺丝要拧紧 防止它在不小心被别人移动的过程中突然脱落 然后这个是电源线 也对准插好 好了 现在已经通电源了 可以开机了 接下来就是界面的操作 打开样子开关 如果想要加速进程可以按这个 出来的是1064纳米755纳米和532纳米 选择755 这个齿轮在转动 等它结束的时候进入操作界面 这个是频率 是1到10赫兹可调 1赫兹表明 1秒钟出一次光 10赫兹表示 10秒钟出 1秒钟出十次光 用这个加减号调节 然后这个是能量可调 最大1200毫焦 在操作过程中建议从 120开始起调 这个代表是水循环 然后这个代表的是水温 这个是电池充电的符号 这个是点灯的符号 这个是技术 在操作的时候 先要调到合适的频率 比如说经常建议是用3 然后能量就从低一点的开始起调 先点最左边的这个灯泡的符号 然后再点预防 会听到机器想一下 然后会发现这个灯泡变成黄色 然后完全变成黄色的时候 再点这个工作键 工作键的时候显示这个电池在充电 当完全充满了之后 就可以踩动脚踏 出光 这个手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当您对准任何一个数字的时候 表明这个光斑是 现在对准了8 就表明光斑直径是8毫米 如果7就是7毫米 一只最小是2毫米 最小的话 光斑直径最小 打出来的点也是最小的 8是最大 打出来的是最大 建议的话用5左右 然后现在我是调到5 频率也是建议的3 然后能量用12 才动脚踏 如果需要做面积范围比较大的 黄鹤斑或者是老年斑的话 建议调到8 光斑面积会大一点 如果觉得能量太弱的话 可以增加 然后打在手上的感觉 是微微的有刺痛感 操作在脸上的时候 建议是不破皮 只是做过之后有轻微的发红 或者甚至有些人比较敏感的话 会有轻微的肿胀的状态 这些都是正常的 然后做完之后可以冰敷一下 操作节目